現在的KOL 為了他們維持接觸感 他們的相片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 他們買相機、鏡頭那些 一點都不走遠一點 自己拍攝當然不夠攝影師拍得那麼漂亮 所以有幾個KOL 朋友 都一直找我幫他們拍照 一會兒就約了Akina 時間都不早 先走快點 我是小鮮妹Akina 我是謝飛 你今晚才來到的 現在的天氣快要夜拍了 很高難度 想起一會兒要用中幅機夜拍 還要手持現場光 想起都非常興奮 中幅影夜景手震 用富士這部GFX50S Mark II 應該不會出事 認真嗎? 試試試吧 挑戰一下吧 好 在低光環境拍人像 機身鏡頭的防震當然是全開了 這部GFX50S Mark II 已經有五軸6.5級的機身防震 還可以用電子快門進一步減少震動 整套機本身已經很穩陣了 那是否代表不用高ISO 如果你拍攝時 人是比較小的 畫面是景佔大部份的話 其實你可以放心用慢閉門低ISO 主要靠機身防震幫忙 其實都可以 以前大家可能覺得中幅機用高ISO 沒有用光做CMOS 自然就沒有這些問題 而且因為片幅比較大 Pixel density自然低一點 高ISO的表現 自然比起普通135格式的相機 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一開始拍攝時 都是比較穩陣的 只是用到ISO800至2000來拍攝 但去到一個比較暗的地方 就真的被迫要用到更高ISO來拍攝 拍攝時心想死就死吧 誰知實際試完發現 原來都可以 其實這張相片真的非常驚訝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鏡頭的光圈 真的不是很大 但竟然用到這個屏幕的現場光 即是適合到少許的光線 來做臉的燈光 沒有想過一個這麼小光天的鏡頭 或者一個KID 其實可以做這件事 我想真的是中片幅才能做到 因為這部機本身都這麼小這麼輕 再相信那支35-70mm的KID鏡 我覺得在機動性方面 都沒甚麼投訴 以前就覺得這些鏡頭 只有4.5-5.6光圈 好像真的不夠大 但因為現在這部機本身 已經機內有6.5級防震 加上它的高ISO表也不錯 再加上那支鏡頭 其實全開光圈用 都不用怎樣收光圈 都頗為刷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可以放膽去用 我都嘗試找些位置 來試一下這部機的機身防震 例如拍攝門口的照片 來計算 其實那個快門是25秒 又不算太快 以中片幅這麼高像素的相機 來講 這些快門量算是非常慢 但它拍攝出來也是相當晃的 其實以前用中幅的單反 就算我們日光日白 是個快門高的安全快門也好 其實沒有攝影師夠膽 不用三腳架拍照 因為那個反光鏡震動 實在太厲害了 GFX系列先天已經沒有了反光鏡的震動影響 而GFX50S Mark II 還有Ibis 5 軸 6.5 級防震 而且沒有了很多機身震動的問題 但今次用到這麼慢的快門手機 其實都是打算搏一下 誰知道又行 中幅機 其實GFX50S Mark II 加上35-70mm Kit 鏡 質素已經是很好的 其實我挺喜歡富士這個功能 就是它拍攝完照 如果你想檢測到畫面中間有臉 你按一按這個Joy-Sick下鍵 它又檢測到臉在哪裏 再按一按 就立即放大臉 其實我們拍照很多次都要檢測 檢測中不中 或者有沒有震 基本上它就可以很快 讓你找到臉放大 就不用再按多一下了 導演 收工了嗎 這麼快? 我還未拍夠 喂 我沒有拍過了 有沒有人推薦 我還有什麼好拍 拍一下街上 拍一下 再到處拍一下 那不如給一些大光圈人像鏡 你試試 沒那麼悶 嘩 你抑我 這支 這麼容易都不是挑戰 這麼大光圈 大光圈我正 我為了拍多一點 好嗎 讓我出一下IG 後來你拿了那支81.7mm 給我用的話 我簡直是覺得抑我 之前用一支小光圈的鏡頭 都叫做有少少挑戰 的成份 現在用了這支這麼大光圈的人像鏡 已經很好用了 玻璃滲出來的光已經可以做到一個 作逼偷光油 不用作逼的 只是在窗口 玻璃門滲出來的光已經很夠用 留意快門也是僅僅夠用 見到都是四五十分之一秒左右 有一件事也是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LCD資料顯示屏 可以設定做顯示一個Histogram 那你就不用在螢幕上 遮蓋著畫面 又同時可以看到現在的光度分佈 用這支鏡頭的大光圈 我都不需要用到一個很高的感光度 用ISO48 這樣已經可以手機來拍了 但因為機器本身又有防震 模特兒又有得捱一下 站得定一點 其實畫面都很鎮 那些散景真是苦疏 神經病 因為我看到效果比較夢幻一點 所以我們就用了Astia 這個Film Simulation的模式 加強夢幻的效果 將相片會淡一點 柔軟一點 但是我又看到 那天Makina的頭髮又粉紅色 再加上它的樣子有點反叛 加上環境有點燈光 那我就嘗試用Velvia 這個Film Simulation模擬的顏色 令到畫面的顏色更豐富 感光度又高一點 拍出來都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覺 感覺上會有性格一點 個性又鮮明一點 導演 今次真的可以收工了 Kina滿不滿意嗎 滿了滿了 但我猜不到 原來用這部中幅拍出來的照片 平時如果是黑暗環境 即比較黑一點 沒有什麼光 通常那張照片都會有很多雜訊 而且放大 你會很明顯看到畫質不漂亮 然後這個就是 嘩 剛剛又問 嘩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可以這麼清晰 很神奇吧 我覺得很神奇 那部相機是不是很棒 很棒 很棒 那麼買吧 多謝謝肥 多謝肥 你的Drop金錢 可以累積多幾次 就足夠了 我剛剛才買完SS10 不貴 那天就幫Kina拍了幾個小時 我自己覺得拿著相機幾個小時 其實就不太累 可能我跟她說話說幾個小時 白口更累 這部機身連電池加起來 都是900多g 加上那支KID鏡 其實不是很輕 300多g 整部機連鏡加起來都不太重 現在你看一部 專業一點的全片幅模反 都可能隨時比它重 沒想過一部中片幅的模反相機 可以這麼輕鬆 那你對它的挑戰有什麼感受 你說有一部最新款的 中片幅模反給我試 我自己都很開心 不要說是否挑戰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紋相 用中片幅來拍照 那些照片一定是有差不多質素 但在低光影 就真的有一點沒試過 加上那支KID鏡的光圈 就不太大 那我手機在這麼暗的環境 會怎樣呢 其實我覺得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可能這部機本身就已經有個防震 還有高感光度的表現也好 加上那部機器其實拿起來都頗穩定 用現場光已經拍到一些構圖 以及光源都頗理想的相片 已經是 AKINA都很收貨 他還經常催我交相給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挑戰都頗成功 從來 對 �모 我們 讓我 解放 你們 我們 你們 我們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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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